對美國回來的藝術家 鄧盛在預修美術館的藥車集合 來跟超短點電視一國人的作品 他將對世界上受到爸爸為求演藝人生的影響 再加上自己的人生經驗 典篇在他的創作當中 就像這百日頭過和專家的導遊 就是他要團達人生的樂圈 以及對著地球放送的習慣 在台北出席的遊威藝術家鄧盛 為早期的社會和小學生的正經創作 以及這幾年以來希望來維持年輕時的記憶 每一次看到人生的經驗 變成對於創作的年齡 欣賞作品時也感情在看他人生的故事 收到他從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到目前的一個60歲的一個年紀 一個整個一個回顧 也就是說他作品裡面有一種濃濃的一個回憶 跟對未來的一個憧憬 就是說有對過去的想法 以及對未來的一個想像 他就太陽會來作為到這本當初的主題 有可能出現在餐廳裡面 有些人家做氣氛的背景 雖然說沒有人家的受罪 不過充滿人心的內涵 這邊當中也出現到家座的細節 更鄉親到他對白胸的地球 另外這邊當中放入到家座的符號 並且他創造出一位調色的技術 後面中在關懷的時候 對著不一樣的鼓勵 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方離近看以後 這種有的說很厚 就是這種 你要如果是離近看的話 這完全是抽象的符號和鼻觸 但離遠看你才看 這是虧花 這是虧花感 這是虧花頭 看似的 但離近看 它完全是抽象脈 抽象的符號 所以說就是這樣造成兩種世界經驗 玉秀美術官也表示 往生高修在美國加州二十多年 加到過這麼多台灣的學生 它所加的油的技術 也親身來影響到台灣油的發展 社交難典可以搖車 它跟操縱基本上燈爛 登記中到每年的四月份 換民眾套會以外風險來參觀 地價女星 蔡虹博多